心灯是什么来的 这是你们的心 对吗 你们要把好的行为 好的习惯传给弟弟妹妹 槟城四季幼儿园迎来了 一年一度的传承日 带着沉重的脚步及不舍的心情 六岁班孩子将手中的心灯 传给五岁班的弟弟妹妹 并叮咛他们要把好习惯传承下去 乖乖要听话要听话 乖乖不能开车 祝福弟弟妹妹 带着信心还有毅力 勇气 要去五岁班还有六岁班 从学长学姐的手中接过新灯 五岁班的孩子 在接下照顾弟弟妹妹的重任的同时 也献上他们的祝福 希望哥哥姐姐帮帮去学校 我会照顾弟弟妹妹 祝福哥哥姐姐努力上小学 还有老师想要做 做哪一样东西就要做 心情真的是很舍不得 但是始终还是要放手 因为毕竟都已经毕业了 然后也祝福他们在小学 就可以把在幼儿园学到的东西 学以自用 然后把自己越变越棒 天下无不散之夜行 六岁海底将带着弟弟妹妹 及老师的叮咛与祝福 展开新的人生旅程 大爱新闻 邝日清马来西亚 冰城采访报导